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9日,这是今天第二场播放点评节目啊,现在进一步的更细致的谈一谈,今天的一些重要的新闻和消息啊,那么上一场曾经讲到了,这个叫黎叔叔啊,是基地董事长啊,还有于敏红,于敏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教培行业。 原先你想新东方多赚钱啊,让习近平搞的啊,这个其实习近平主要是听得沉悉的一些,就是什么呢,担心啊,这个特外这个教培啊,如果多,学习西方这些民主价值观的这些文化啊,这些文本,就对习近平政权啊,搞帝王指不利啊,所以是严厉打击啊,结果搞的这个新东方,赔钱了, 赔钱了,后来他开始搞直播是带货,也赚了些钱,但是他逆行深处肯定对习近平不管,这也很自然,但不敢明讲啊,是吧,企业家都是这样,基地董事长这个情况不同了,是吧,据说他是什么彭丽园的,他老婆彭丽园的 明明啊,谁知道了 反正是很诡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俩人重提六四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政治信号啊 就3月28号,中国民企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于明欧 和这个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舒福的邀请 他们两个参观吉利汽车制造工厂 李和于斯是直播了,谈到了六四 因为中国大都知道,习近平生怕老百姓制造六四 再提六四 是个谨记的话题啊 你看,乌尔开西 投案了多少次要回血 投案你都不要了 为什么? 要完之后在国内一审看影响太大 习近平,其实不管习近平问题 共产党就这样了,希望老百姓遗忘 他们认为遗忘对他们最有利,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六四即将到来 而且新开革命在进行当中啊 你看今天 上一场我给大家讲到了啊 这个大石桥这个世界 刚才看到了一些小画面 你看,这个小画面值得给你们展示展示啊 你看到现场那个情况,一定是破坏 不是一般的什么自然引爆的 你看这个画面 炸到这个程度,像战争一样啊 飞机飞过 然后残垣断壁的啊 这个一片废墟啊 知道老百姓多愤怒啊 就社会的矛盾累积到一种什么程度了 已经人无可忍 最后终于爆发,对吧 在这个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六四再来啊 所以这两个人今天的举动 讲这些话,我认为不是偶然的啊 他这里讲到 这个民企吉利汽车司周三27号宣布 吉利汽车机遇自研的AI数字提案 近日完成了全球第一个汽车无人驾驶的票逸 四日,也就是李叔福啊 邀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玉敏洪 就在这个吉利旗下的浙江台州这个地方 就李强的老仓了 卫星工厂为新年做直播宣传 你看在这个时候竟然三次T64不同寻常啊 网谈流传的视频中 李叔福和玉敏洪轻松交谈 李介绍当年创业时的新奴历程啊 在一分多争当中三次提了六四千户和六四以后 你想这么清晰在讲这个事 我认为他不经历是讲的声音 其实他已经感受到了啊 或者是因为假如真实他是李习近平的背景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他也准备跳船的讲 是吧 因为这些企业老板能攒这么多的钱 干这么大的事 也不都白给 我都接触好多的意外富豪啊 说心里话 他们心里明明白白 只不过是为了物质利益 跟着假说而已 是吧 所以都是两面人基本上 他们都在等实际上 等了什么呢 现在中国人总体是等的 老百姓等什么 等出现党内的一些强权人和军队上的人 那么心情抓起来 回归到这个改革开放年代啊 他们倒不一定说想的那么远就是民主化 彻底民主化 这是一部分 更多的人就是有些人留恋忽悟那个年代 你看那个刀拿那个歌的主题不就唱这些东西吗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听 对不对 军队的人呢 在等待机会 因为他知道习近平的懦弱 一刷就完事了 很简单 硬挠住的地磕头 就这种人 对不对 那个六四都 这个新冠都治理不了 这么人的啥本事 他可不是这个 他也不是什么 这个杨家兄弟 是吧 所以很好办 党内一些政敌也在等 等待时机 是吧 云记起来 搞的 美国为首其他工业 我也在等 等到中国也是个人 等他打台湾 或者抓住机 他的把柄干的 是吧 都在等 习近平在等什么 等待机会抓政敌 就是你反对我 对不对 我也知道你不忠诚 有可能挠住我 我就要你抓去把事 就麻烦了 所以他在等待机会 也把这些政敌放置于此地 都在等了 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像大伙要统一 所以这个李舒福 我认为 应该还是有些来头的 我觉得他是有一种潜意识 是准备跳船了 就反复讲六四 是吧 那么余敏洪 余敏洪高兴坏了 他恨不得中国出事 所以你看他说 哈哈哈哈 那不是嘲讽习近平吗 是不是 人家李舒福 最起码还敢讲得 留了一点真话 说交给政府就完事 啥事叫政府就倒霉了 对吧 对不对 就余敏洪就说 政府没有办法成的事 可不是吧 邓吾翔抓就抓你 邓吾翔 政府让你富就富 让你穷就求 邓吾翔让你成为肖建华 这个吴晓慧也是可能给你灌到监狱的财产抢光 也是一可能的 是吧 而且非常有意思 现在是几月份呢 现在是三月份 像今天的六四似乎不太寻常 是吧 只要北京发生了群体性事件 习政权基本上就完了 它只有大台 大台完了 所以台湾的问题 今天很值得你们关注 你们要注意今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 大广今天有问题 这讲到什么 讲到 这个六名安全人员 那应该是 属于美国的 或者是台湾的情报部门 特录的 是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海军 台湾的海军大动作 你想海军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到夏立夷去了 这个是可以这样讲吧 胆子够大的 520这个 赖清德就上来了 你看赖清德现在派着肖饼心 保护主席访问 也非常敏感 走了很多地方 那个女人也都非常一般 那个叫战猫 那么蔡英文呢 蔡英文是国建国葬 交付了他认知期间 终于建成了 舰艇 这个是开 够猛的 舰艇上面可以放 胸一胸二 这不是开玩笑的 很厉害 台湾的确成为刺主 准备好了把杖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啊 有必要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啊 他说 基于这趟行程的敏感性 消息人士不愿具名啊 台湾海军和美国 五角大陆也不愿置评 与日本和英国等盟国的高级官员 公开访美不同 台湾官员 尤其是军方官员访问 都很低调 而且往往得不到官方的确认 而今天 今天反常被释放出 那就证明什么呢 实际上 我认为 你们要仔细的听一听 这个 老外人 国庆资文的讲话 一开头怎么讲的 一开头就讲 罗斯福 罗斯福怎么能够连任后几期 也不用选举了 为什么 战事总统 那么拜登现在怎么想的 如果他干不过人家川普 那他就在想 成为战事总统了 最好的地点 紧爆点就是台湾啊 恰恰习近平也在 张牙舞爪 多多利人 要武统台湾 台湾高级官员 此行的美国咨询 包括什么呢 2015年 时任海军司令员的 李启宁和国防部长 国防部 背负部长 须言谱 纵舍去年出席的 在弗吉尼亚州举办 台美国防工业会议 据当地媒体报道 台湾通常每年都会在美国 举行安全会议 双方政府都没有正式确认 去年台湾外长和国家安全会议 负责人出席的会谈 就是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方 往来太密切了 报道的不过是十分之一 两位消息人士讲的 唐华 也就是台湾的海军司令 他给大家看 就这位 这有大图片 你看 蔡英文两个 整个整个这样了 是吧 新年康里用气死了 这个大图片 现在这是一切都在发生 中华民国 总统是吧 唐华防美是美方联合 岛屿防御概念行动的一部分 这是法官讲的 他说 目的是什么 我们与台与日协调 在第一岛热内潜在冲突中对抗中国军队 准备好了 一位美国官员讲 台湾和美国正式试图安排唐华 可随见面呢 富兰海地会晤 但这一会晤 到现在没得到确认 法广最后讲呢 唐华周二陪同蔡英文中 前往台湾东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 参加两艘新的航母杀手 脱江机巡逻舰舰的交界仪式 这个已经进行完了 我看了那个现场视频了 这个脱江机呢 还有个外号绰号叫航母杀手 航母说心里话 你别看五大三处在海上搜行 你要如果说不是核动力 你上面没有舰载器 没有弹射这些功能 那就是一个whatever 不看一期 一沉默就完了 一期就完了 你看他挺大 没什么用 本人认为 说这个习近平领导的军队 现在是多 这个潜艇 这个舰艇 多没有用 300多 人一官是精 一个人是核动力质量好 另外一领战争经验 人那个舰载机厉害 何况飞机还 F14是F15的 你看那些军事专家都在评论 你们可以看一看 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 一旦打起仗了 不看一期 所以台湾才看这样的高调的亮相 关于台湾现在很多很多人 我们的消息 今天上场 就给大家讲到美国智库 有个智库就研究台湾问题 其实就告诉你 美国为什么要保护台湾 就是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自己的事 这是华盛顿一个保守支配的智库 叫传统基金会 他出了个文本 美国支持台湾的理由 实际就是为这个保护台湾 参战下一个铺垫 因为大概可能他们预判到了 就像余敏鸿和这个李舒服 今天提到的 搞不好习近平就要避开六四 要准备打台湾 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要支持 告诉国民 为什么台保卫台湾 不受中国大陆攻击 或者接管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与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而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 无法将产萨斯州的农副 印第安拉州的教师 或者缅因州的电汉工作者 解释台湾发生的事情 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这些决策者将很难去理解 去解释 一旦面对需要时 必须派出美国的财富 用别墅式士兵 跨越半个地球 去保卫这个自治岛屿的理由 就意思是 美国有些老百姓很实际 他举这例子很典型 你看就是电汉中 带个大罩的 每天的电汉的工人 还有那个 安拉州的一个教师 教学的 还有农夫 这农夫们认为 那么远的事 一个台湾 和杀有啥屁关系 打不打和杀有啥关系 与丹明占领的 他说不是 他说这就是他自己的事 他解释这个 他说这个 他要跨越半个地球 确实 他为什么有航母 就愿意在这里 航母是一个流动的 作战平台 他离本土太远了 变长末期 习近平为什么躁动不安 遥遥与世 就因为他进门 进水流彩先得业 他认为台湾太小了 一下就打下来 如果打下来 他就胜过毛泽东 那确实 但我认为他很难的 那是吹牛皮 你考察一个人 有没有什么本事 你包括你平常 接触那些人 你别听他自己怎么讲 你得看他以前 干过什么事 对吧 看你的过去 就是你现在 看你现在 就是你未来 对吧 那个人 你想他能干点事 那都不是白给的 你比王建林 能给一万大搞那么大 那确实是我 亲眼看的 他的成长 当然他现在陷入困局 知道他 他贴上标签了 这习近平心情太宰 是吧 将来中国民主化了 说不定还能发挥作用 因为你毕竟有一定影响力 这企业家都是这样 你看到过去就行了 有些人你看 我扎着 就吹牛 你看到过去 做过什么 对不对 所以也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都是一样的 你看习近平干了十年 一带一路搞成了 就现在就一带一路 就是再无陷阱 一堆烂关系 熊男兴旗搞成了 快八年了到现在 是吧 烂地楼 什么也没建成 你看人家深圳各区和普通兴旗 对不对 你在看他讲的这个人类命运物同体 那变成病毒物同体了 你在看他讲的生态文明环境 生态文明 昨天给大家讲了 风沙弥漫 这个木霾 风沙 袭局的袭击北京 你就想想 一法治国 进行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 还能跑到 陈文前跑到西南政法院干嘛 你高光君一边讲就讲了 是不是 你等等等等 你就看看能干啥吧 就这种人 你说他打台湾 我认为他就是个大虎 他人家正敢打的话 那他只有一个 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是国内云烟四起 狼人 狼人四起 他治理不了 那只有走偏 破罐破碎 他打他一把 一打一把 他就完蛋了 因为这个军队 马上就产生了分裂 不开一期 内斗就开始了 除非有那当官 一下就把他抓住了 现在我问你一刷 不用打仗 打什么仗 向美国继续开放就完事 李克强死在 扶这个李克强继承 还好几个 这种人 有的是欧阳还在 胡孙华还在 对不对 胡艾峰还在 实在不应 再早也来得及 所以他很危险 出境本来这里 那么台湾这个问题 现在是一个高度敏感 因为美国 刚刚不讲到 美国有美国问题 美国是大选 拜登现在给我感觉 似乎是不怕打仗 还有两场战争 俄乌战争 霸易重复 今天很大的新闻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刚刚发布的 波兰总理怎么讲的 欧洲正处于战前时代 看见没有 未来两年将决定一切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这是波兰的政要 波兰总理讲的 给大家看看 波兰总理 我这样给你们揽砍 给你们看看 我就不用编辑了 编辑太浪费时间了 因为我这个 以短平派为首 就是强占先机 归光我的理念 民主的理念 不是为了什么 就是最大利益赚钱 不是为了目的 稍微赚点小钱就行了 另外 咱也不会和那些年轻人去比较 咱们毕竟是年事已高了 我告诉你 波兰总理今天讲的非常重要 他说呢 他在图兹克发表演讲 谈到了 他直言不讳的时候呢 欧洲已经进入了战前时代了 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打败 那么欧洲没有人会感到安全 你不要以为乌克兰战败了 反正他就停止了 就和平 不是那么回事 他吃掉沃来 下一步 很意思 欧洲 习近平就要吃掉台湾 这都连在一起 图兹克对多国欧洲报纸说 我不想吓唬任何人 但战争不再是过去的概念了 它是真实的 而且 它在两年多前就开始了 其实二战已经开始了 二战的序幕就是 俄乌战争 巴以冲通 下一场就是台海 在图兹克发表这番讲话的同时 俄罗斯又发射了一轮 轻易就导断攻击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战尽粮绝了 很危险 最近几周 俄罗斯加强了乌克兰的袭击 乌克兰后城京击落58架乌林机 和26枚导弹 乌总理叫斯梅加尔 在该国西部中部东部六个地区 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 就是现在乌克兰还在顽强的抵抗 而且今天疯狂有一题 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现在的军头 第一次谈起原型的军头 对吧 其实也涉及到 这个泽连斯基和原来军头内斗的问题 这难以避免 曾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图斯克 讲到了俄总统普京 已经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这个SS SSK 对于莫斯科 幻红化城市大厅音乐会的袭击 归咎于乌克兰的 这个他往这里带风向的目的是 要打击乌克兰 这个他是很狡猾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攻击事件 你不要看表面现象 这里很难讲是什么背景 但是肯定是和乌克兰里有关系 因为乌克兰可以在战场 战场也没有必要搞这个名堂 这都是下三滥的办法 是吧 他说 显然认为有必要 为对乌克兰境内居民 用目标发动 发动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 进行电解 现在 XS现在还要说 再继续攻击它 朱斯克指出 俄罗斯本周早期首 首次在白天用高潮艺术导弹 袭击了击辅 他利用自己去年年底再次就任 布兰总理以来的首次外访 直接呼吁欧洲各部领导人 采取更多的措施加强防御 他认为 无论拜登还是 特朗普 川普 在10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 如果欧洲在军事上更加自禁自主 那么将成为美国最具细力的合作伙伴 你别看川普现在假设这样讲 上了以后 怎么样怎么样 政治人 都是这样 他为了忽悠选票 他现在肯定得画个大饼 因为他这样讲的话 我能终结战争变成和平 再让人 不想打仗的美国人巨多 对不对 谁愿意打仗 咱选一个新人上来就不打仗了多好 再选他 想起来就也是一个承诺 上了以后谁知道他会怎么做 逛川普 北来他的政策就是 就这么讲吧 就是不可预见性的 他也是一个神奇的人 是吧 我认为他对中共的制约和打击 讲得很强硬 实际上 这个是很有底线的 他还怕 怕中共 你看到台湾不就是 军 飞机都去了中途 折返不他了吗 人家拜登这可不管那一套 佩洛西这也就去了 他管你干这个事 人家拜登是什么 是做十分讲八分 他是讲十分做六分 是这么一个人 是不是啊 你看他跟金山花 就咱俩相爱了 习近平咱俩好 习是我的好朋友 他反正我觉得他上来也无法啊 因为美国这些政要控制不了军队 也改变不了中美这个大事啊 但是策略回五头 就我的感觉拜登来的更好 这个制裁和打击中共唯独更厉害 也说你看表面讲的还挺好 春节给你拜年 但人给你核弹放下门口了 那证明这个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真的真的 人肯定准备好战争 你要打我就冰打 你不打你老实点 我我慢慢维抑你 我叫你颜色革命 我就要你成为前苏联 自己垮掉是吧 其实习近平已经进入 前苏联的陷阱了 就是什么呢 把全部的民族民族 全部清晰到军事设施当中 最后就完蛋了啊 这一天事后已经临近了 那当然十一位大选 这个事我们没有 无论没有办法预测的 咱们不是算命先生啊 这篇文章告诉你们 当被问及全欧洲的政治家 军事员和专家都说 俄罗斯可能在几年内 攻击北约国家 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会怎么样 战争是不是可避免 托斯科已经讲了 他说现在最理论担忧的是什么呢 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说习近平你看为什么李尚夫 秦长到现在也不出来 军队现在这个 一会儿是何伟东讲 虚假战役 一会儿又讲什么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 你看那外交部发言人 早来早去 就是因为他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对吧 都怕死 都不想希望打仗 但是又不想敷衍 而这两个政治制度之间 又不可协调的矛盾 就自由世界和危险世界啊 谁不如谁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大概率是要激烈的碰撞了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是1945年以来 我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二战以来啊 现在给人感觉似乎是 到头了 还是我妈讲的这 好日子过到印城就瞎嘚瑟 好几年嘚瑟姐 我妈就说邻居啊 你看他家虽然有钱 你看打离婚吧 你看我和你爸 就不整这些 因为咱穷 穷他不折腾 人就这样 富裕就穷折腾 你看听说现在国内的老板 官员开始都已经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不养情妇了 现在纷纷退情妇 养不起了 连老婆都养不起了 都降薪 也没有吃喝玩这个地方 养啥情妇 一个老婆都很臭养 温饱四英语 说人这个收入不能太多 到一定程度就走玩些的 基本都这样 你看看那些 那些所谓富的人 基本上都是 这些故事都很多 我只是不愿讲这些是吧 所以这个 最好的社会就是 我们讲的大人体共识 就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 这我们有几个 穷也没穷 是怎么样 是不是 我经常到提摩奥特区 里面全世界里 这里的基本的穷人比较多 很可爱 有的就牵一条狗 早上都是借的 什么也没有 最大的财产是一辆自行车 自行车 上面托满他的东西 这挺有意思 我教好几个这样的 老外的朋友 其实我这个就不太方便 要不给你们视频上给你放一放 让他们讲到他们的人生的态度 哎有意思 我跟你讲 那英语超好 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用找什么老师去教你英文了 你就到那个 酒吧也行 还是提摩豪腾 星巴克队 我们找个老外和你聊天 是吧 男女老师都有 他们可愿意和你聊了 我跟你讲 那你听听讲他们的故事 那这是传奇 吧 你要是放在这网上点击率就高了 是不是 我要跟你们讲的什么呢 现在这和平年代已经结束了哈 真的给我感觉走回去了 因为出现这么一个政治狂人 没有办法 对吧 啊 这篇文章向你们介绍的情况就是 当被问及全乌州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专家都说 未来几年就是要出事 他这一世以来哈 他说我听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怕 他讲的战略竞争来的 这可怕 尤其是年轻以来 年轻以来 还不知道还在玩 是吧 年轻以来都回国去了 就是回去他叔父 他爹是他妈当官 你别着急 一定哪天你回去回不来了 为什么他要打仗 他抓双丁了 你跑都跑不了 我就跟你讲 他一定要给你送到钱县上 我跟你讲 就像当年忽悠我爹子了 是吧 包家卫国 他自己的孩子都在美国加拿大 是吧 钱都在这边 所以我说 中国的军队女生不能打仗 你就看军头那些孩子 基本都在西方 都在这里 澳大利亚在西西兰 是吧 你就想他 他怎么打仗 50年代是这样吗 50年抗免一场战争的时候 你看哪一个士兵当官 彭德怀的儿在海外啊 在哈佛啊 连习近平的女儿都在哈佛 他能打仗吗 你就会讲 他的政权将来一打 我给你啊 很快就崩盘了 成不了40天 我就跟你讲 立刻四分五裂啊 中国立刻 哈佛啊 这一定是这个形势 给我感觉 事后来临呢 就看他能不能挑起战争 其实西兵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事 这就看现在正在运行的 辛亥革命气行动 达到什么程度啊 你就想想高光俊就讲这个小故事 陈文革 去了 连这个 原家俊去了 还不是啊 又是他心态正法学院的 害怕了 因为他那些 小视频呢 造成了这个 掌握这个刀把子的这个 这个群体的一个内斗恐怖 你就想一想吧 人家一看就赵小进这个结局 咱们别给他买命了是吧 哎 哎 人家都想当啊 往里边吐出的吐香糖 我跟你讲啊 我就告诉你 这个形势非常危急的啊 连余敏洪都可以出来嘲讽你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来临了啊 一切挡不住了 这篇文章讲 呃 尤其对年轻一代啊 他们意思他们不认同 但我们必须在精神上 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正处在战前时代 我没有夸大 其实这一点 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明显 好 下一场再会你们继续忽悠 其他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 再见